我们先来听一段不一样的青花词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版本是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 第一个你听到这个 你觉得这是一个外国人唱 对吧 第二个他唱的的确是中文 而且这个曲风的话呢 也偏向这种田园风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的内容 主要有两部分构成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音频的生成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生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生成的工作流 那我在Running Hub上呢 给大家构建了这个对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 来绑合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Latant SYNC 那么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拿出来重新说呢 你注意他做了一版升级 我们看一下他的 Conf UI的这个扩展的页面啊 那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最近啊 他有两个升级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他将这个模型的更新到了最新版本 这样的话呢 可以生成更好的这种分辨率 说白了也就是生成的视频呢 会更加的清楚 同时呢 他也做了一些程序的修改 来避免这个GPU显存的溢出 那主要的处理方式呢 是将所有的针在转化成 无符号的这个整顺之前啊 把它移到CPU上去运行 这样的话呢 就是长时间的这种视频的输出呢 不会导致OM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显存溢出啊 所以说他这儿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更新啊 不管是在质量上还是在速度上啊 都比之前要好很多 所以说呢 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啊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上这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的话呢 最有特点的是我们这个音频啊 注意我这个音频很长 它的长度呢 大概是59秒 那我们看一下啊 它是不是可以生成超长的视频 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务 它运行的时间呢 是8分15秒 这个包含了模型的加载时间 所以说呢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可以的啊 因为这将近一分钟 它用了8比1的一个时间 就可以把它完全的渲染出来 那整个这个模型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我们需要调整的话呢 还是这个地方啊 就Lips Expression 也就是你嘴唇的整个的这个表达的幅度 那么大家在设置的时候 还是参照它下边这个来设置就可以 看一下 如果你是这个演讲之类的 可以设置到2.0到2.5啊 如果是平时的讲话 那1.5就可以了 那这呢 我们当然也用了它官方的这个设置 所以说我们这是1.5 另外有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音频和视频怎么去对齐 它提供了三种对齐方式 那我现在用的是乒乓啊 就是乒乓球 就是来回来回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这种方式主要应用在啊 这个音频比较长 视频比较短 用在这种方式上 那当然你要是音频比较短 视频比较长 这个其实选什么都无所谓 因为音频播完了 视频呢 还没有放完的话呢 这个就结束了嘛 所以说你选哪个模式都无所谓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式主要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一下啊 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单向的动作 就是女孩把头呢 给扭过去了 那你看一下这个乒乓什么意思呢 它生成这个视频的时候是 扭过去扭回来 扭过去扭回来 所以说呢 是视频呢 先正着放过去 然后再倒放回来 所以说根据这个特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视频 来选择 是不是采用这种方式啊 那这个我选择就比较合适 但是这种就不行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走路的 那如果选成这个乒乓的话呢 就变成了正着走倒是走 对吧 正着走倒是走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选这个叫loop to audio 也就是说 它会正向播一遍 然后再播一遍 然后再播一遍 当然这样的话呢 你最好手针和尾针能循环起来 那我们听一下这个的效果 说配够了却强火被风弄转大 另外我们还是能够发现 就是随着这个音频越来越长 它这种纯形的拟合的精度呢 其实有所下降的 这个还是没有去修正 那这是比较致命的一个缺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叫normal normal呢就是 谁先播完谁算啊 那你看一下 如果选择normal的话呢 我运行的这个时间会很短 你看大概用了54秒 我们听一下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听到 根本就等不到张嘴啊 因为等不到张嘴 这个视频就播完了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渲染 也就结束了 这是这三种这个对清方式 那你根据不同的场合去选择就可以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提升之后的速度 是很明显的 比较快 另外呢 这个嘴唇的对齐的效果 或者说这个分辨率的表现 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做这种对口型的话 可以考虑Layton S1C 但是你要注意啊 它是视频对音频 对吧 和Sonic还是不太一样的 Sonic是什么 是图片对音频啊 好 下边呢 我们进到第二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就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这个音频是哪来的 大家一般生成这种音乐呢 可能都是用Sono 是吧 这个肯定不是 因为这个效果达不到 那个商用的一个精度啊 但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其实呢 它现在只是个半成品 如果它真正做好的话呢 其实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 那这个模型叫什么呢 叫ACE Step 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ACE Step 是一个音乐生成的一个模型 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语言 而且是一个超高速的 并且可以支持这种Laura的微调啊 就是你可以用它的这种模型 然后去微调出来 你需要的那种专门的音乐 然后它下边这个实力呢 有很多 那么由于时间原因呢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看了 那我们就看最下边 它下面有一部分呢 就是专门介绍叫多语言的 它现在支持呢 大概19种语言 看一下英语啊 这个汉语是吧 我们听一下这个汉语的这种效果 给大家放一个 我们就听到这儿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发音好像比较怪 是吧 它也像什么 它也像外国人唱的啊 我们再听一个 迷红灯下我们追逐 人群跃动像潮水漫步 人浪袭来吹散孤独 跳进节奏不如停下脚步 那么这个呢 就效果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 Electronic 就是我们说的电子音乐 而上面是一个pop 就传统的流行音乐 可能在咬字发音上呢 下个节奏更快 你会觉得 它对中文的发音支持会更好 其实它对中文的支持 是有问题的啊 为什么 因为它所谓的多国语言 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呢 其实是把你要发音的那个文字啊 把它转成什么 对应的这种英文的这种 就是类似于拼音 或者叫拼读的这种方法 所以说呢 它有些地方会比较怪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去学英语 可能用拼音去拼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去讲呢 是因为呢 ConvUI的官方今天发了一个博客啊 它支持了这个模型 好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对应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ConvUI的这个logo换了啊 在这儿呢 有一个blog 这是今天发的 音频的稳定扩散句 不知道咋翻译过来的啊 我们就认为是音频的稳定扩散模型 ConvUI原声支持 ACE-STEP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视力我们就不看了啊 我们看下边 说这个ACE-STEP 是由ACE-STEP和STEP-FUN 联合开发的开源音乐生成模型 可以生成歌曲契乐 并且支持多种音乐类型 而且支持多种语言 刚才我们看到了19种 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扩展性 刚才我说了 你可以微调一个Laura 它下边的话呢 没有太多的内容 它只提到了 把你的ConvUI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下载这个工作流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下载之后的这个工作流的效果 在这呢 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信息 它这告诉你了 这个模型的下载地址 让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的 把模型下载下来 而且呢 它提到了 这个呢 是支持多语言的 当你运行的时候呢 这个ACE-STEP呢 会获取英文的这个letter 就获取英文的字母 然后把它转化成对应的 不同的这个语言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发音的这种转换 那他这也提到了啊 就是说当前在ConvUI里边呢 他们没有实现这种完整的转换的机制 只实现了什么呢 就是日文的 其他的呢 还没有实现 他这提到了 就是如果说你想使用其他的语言的话呢 他给了你一个例子 比方说中文说你好 你最好呢 用拼音把它拼出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目前者中的一个实现方法 完了之后呢 他这有这个示例的工作流 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第一个就下载模型 这个下载之后呢 放到checkpoint里边 所以说自带model clip和v1 完了之后呢 这有一个textencoder 专门的一个节点 上面呢 是来描述这个音乐的 这个描述的方式呢 是描述 它是一种啊 什么风格的音乐 比方funk pop so rock 这是这个音乐 再往下边呢 就会有乐器啊 比方我认识的啊 这个吉他啊 bass啊 键盘啊 是吧 这么多 下边呢 有节奏啊 105bpm啊 这是节奏 下边呢 有一些表述感觉的 下边呢 是这个歌词 这个歌词的话呢 它是这样一个写法啊 这是第一段 或者叫第一节 这个呢 是第二节 这是和声 你可以认为这是副歌 然后下边接着啊 第三节 第四节 副歌啊 这么一个结构 是吧 然后再往下边 这儿有一个model sampling啊 这个需要调一个shift值 这是4.0 大家默认第二条就行了 再往下边呢 就是它的这个副相的输出呢 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呢 我们用一个zero alt 输出过来就可以 但是它这儿的这个cfg的并不是1啊 而是4.0 然后呢 这是整个音乐的秒数啊 它这默认是30秒 我们看一下采样步数 50步 这个特殊的一个采样器啊 然后调度器呢 用的是simple 别的就没啥了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速度快啊 快到什么程度呢 你别眨眼啊 看清楚 我现在开始运行 对吧 现在视频是没有加速的啊 这就完了 多长时间呢 我们看一下啊 6.65秒 一分钟的音乐 6.65秒 是不是非常的惊人 我们听一下效果 英文是不是非常的棒 对吧 那当然我们得尝试一下中文啊 是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大家注意啊 模型没变 我写了一个这个清花词的 这个歌曲的曲风的描述 包括它的乐器的部分 当然我这有中文啊 我怕它不知道 所以说呢 像中国风啊 这种东西的就是拼音 然后古征 是吧 然后二胡 这都是拼音 我怕它不认识嘛 所以说我就都标注了一下 下边呢 是我们写的一个歌词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歌词呢 是用拼音写的 但是它带音调 因为呢 中文和英文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中文是有四声的 是吧 平洋赏去啊 有四声 但是呢 像英文这种语系 它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啊 所以说我还是把它加上了 完了之后 别的没什么变化 主要是这个时间 由于我现在三段歌词嘛 我希望把它完整呈现出来 所以我这写的是六十 在场好像就不太合适了啊 那我听一下效果 Zither Harp 大家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我相信等这个Config UI 实现了这种 叫自主转换的这种功能之后呢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啊 那下面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我手动去写嘛 当然不是了啊 我们是用一个大语言模型来做的 那我习惯用的 当然就是这么来 我新建了一个临时绘画 我们看一下 我给它交付的这个过程啊 首先呢 大家注意这种交付方式啊 就是像人聊天一样 你需要做的是 不断的加强它的记忆 把你的信息不断的喂给它 这样的话呢 它才会给出你想要的内容 你不要尝试一步 就让它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啊 首先你看我第一句先问 他说周杰伦的青花词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写 我知道 而且我知道是方文山 最初他想命名称叫青铜起啊 但是觉得不够浪漫 后来考虑过宋朝的汝瑶啊 然后汝字的发音 可能引起不雅的联想啊 所以说最终定义到青花词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他这个描述基本上还是准确的 尤其是在后边说歌词的灵感来源 天青色等烟雨这个灵感呢 主要来源于 北宋汝瑶的叫雨过天晴云破处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烧那个青花词的时候啊 需要等这个雨过天晴 就是云刚开的时候 那个湿度是正好合适的 这个时候才能烧出来那种 非常漂亮的这个青花的效果啊 所以说就有这样一句 叫天青色等烟雨嘛 叫雨过天晴云破处啊 这个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这个German的这种支持库还是比较强大的 当然呢 一定要把这个打开 叫grounding with google research 一定要把这个谷歌的什么 这个搜索打开 要不然单凭他自己的支持库是不行的 因为你发现他每个都有出处啊 是根据网页来的 不是他自己想的 这样的话呢 其实在丰富模型对于这个知识的理解 对吧 然后再往下边说 那你给我写出这个青花词的歌词 你看他写的对不对 没问题是吧 我看了一下啊 都没问题 完了之后 当然我不要这么多啊 我说我只要前三段 OK 他把前三段给你截出来了 下边我就说了 把每个汉字 用汉语拼音的给我拼出来 中间呢 用空格格开 它出来了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只想要拼音对吧 所以说呢 我就说 把这个汉字给去掉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下边呢 我需要说明是什么语言嘛 所以说呢 我前面都要加上JH 我又告诉他啊 每一行的行手 加上这个JH 全部加上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给什么呀 给扔到那个提示词里边去就行了 是吧 提示词里边 歌词那个部分啊 再往下边这个歌曲的描述啊 这个歌曲的描述的话呢 我也没有过多的去想 我先把他视力工作流里边给的这个给拿过来了 因为你导住这个工作流的时候 他有这样一个描述啊 包括曲风乐器啊 包括感觉 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说呢 我告诉他啊 我说这是一个曲风描述的模板 请你用相同的方式描述一下清华词 然后呢 他就把它描述了一下 然后呢 我就粘过来啊 就是现在这个效果 所以说呢 这个工作呢 一定要让人工智能帮你去做 你自己去做这个要累死的 是吧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ACE step 那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 其实呢 这个blog里边包含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这还提到了就是 highdream11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但是呢 并不是用原生的方式来支持的 他这提到了 他原生也是支持 highdream11的 然后再往下边是这个什么 工作流 下载下载就行了 然后再往下边就是这个 1 2.1的FL F2V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就是 first last frame 就是首尾针的这个 他发行了这个FP8板 他原来只有这个FP16板 所以说呢 比较大 用FP8板的话呢 就是可以用更少的显存 是吧 但是他这也提到了 你最好是用720P的分辨率 用其他的分辨率 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他这有一个例子 大家有兴趣的 也可以自己跑一下 那这是这个博客里边 包含所有的内容 那我们重点还是说 升级版的latan的SYNC 加上我们的ACSTEP 可以生成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效果 我不能说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英文还是非常好的 中文只能说异域风情 一个外国的美女 给你唱一个中国的歌曲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关注我